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寫字旅行的頻道 今天要來介紹什麼呢 介紹橡皮擦 橡皮擦竟然是透明的喔 這顆橡皮擦據說 剛上市的時候還搶購一空了 今天終於 被我拿到了 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這顆橡皮擦的特色吧 這個透明橡皮擦呢是由日本的SEED公司所生產 那SEED他們生產很多各式各樣的橡皮擦 那這個透明橡皮擦其實在他們五年前的時候就有這樣的一個想法了 那時候他們覺得說 欸就是 像一般的橡皮擦在擦的時候 你是這樣的角度擦的時候是看不到你要擦的字 你可能比如說你要翻你的 你看的角度啊 或者你把橡皮擦角度翻一下才能看到你要擦的字 他們覺得這樣子有時候不是很方便 所以他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去研發 那終於呢 就在去年的時候 設計生產出這一顆透明橡皮擦 所以 我覺得他們日本人的精神真是令人可敬 因為他們就是為了體貼消費者的使用 那竟然花這麼多時間研究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看一下 他這顆有什麼特別之處吧 好這顆透明橡皮擦呢 他的外殼是 透明 半透明的淺藍色 然後他是塑膠 材質是塑膠的 所以你看可以看到半透明的藍色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然後這整顆都 橡皮擦整顆都透明的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他在其他背面這個殼都有做介紹 他說其實這個橡皮擦呢 他的 這個是用柔軟的素材去做的 好 然後第2點是指說 你握住的舒適感也是很好的 然後第3點是說 他是不容易折斷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雷達圖 好 越接近 頂端就表示越好嘛 所以他透明感是最佳的 好 那其他 他不容易折斷也是最佳的 其他表現也不錯 軟軟性 擦乾淨的程度啊 然後這是握住的舒適感 所以 整體來講 他 商品的本身是標示是不錯的表現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這整顆透明的 橡皮擦你放在字上你可以一清二楚看到這些字 都非常的清楚 真的是太神奇了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會 稍微示範擦一下 是有點捨不得擦 但是為了 示範給大家看 那 其實他就是說像 尤其像我們在 譬如說我在寫英文的時候 然後我會有時候 我想做一個 設計 然後我先畫一個圓形 把字都寫在裡面 然後寫完之後 可能 有些人可能會把這個圓形擦掉 像 看設計啦 那假如我想擦掉 這個圓形的時候 那你這個 這個字跟這個圓形 很近嘛 那到時候你就很透明的時候 你就可以擦 就是你可以 看得清楚嗎 好 好這邊看 那我就可以 就是很輕輕的在這邊 往線這邊擦就可以了 我要開始 示範喔 好注意這時候 那我們看 我們先擦這 好 擦 還蠻柔軟的啦 先擦簡單的 他們也是還算乾淨 然後稍微有點 好 當你擦的時候 一樣會有這個 髒髒的 那個 橡皮靴在上面 好 好 那我們繼續囉 好這時候呢 好這邊要特別給大家看一下 這時候你就可以沿著 然後因為你看得到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沿著 就是你要擦的地方擦就好了 好 好 橡皮靴 好橡皮靴 好本來以為橡皮靴也會是透明的 結果不是好來 好繼續喔 好接下來就有一個比較難的地方 好 離太近了 當然這樣看可以看得出你要擦的地方 好就 好 擦乾淨了 然後他 他的橡皮靴是 黑色的 好 我也說是 透明的 結果不是好 那我擦起來的感覺是 算還 算乾淨啦 還可以啦 那但是 他 他的觸感 跟我一般使用到 像我之前示範這顆是 磁性的橡皮擦 磁性的橡皮擦 你知道嗎 觸感不太一樣 我覺得他 更有彈性 就是 他彈性 就是有點那種 軟Q軟Q的感覺 軟Q軟Q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彈性蠻特別的 擦感蠻特別的 還蠻特別的 那 乾淨程度 OK囉 就是 還可以 算乾淨啦 因為我沒有跟其他做比較所以 這就不在這個影片的討論範圍內 那至少說是擦乾淨了 然後而且他又是 透明的 我覺得光這一點 不論他好不好用啦 光這一點我覺得 我就會想買了 所以 也是一個收藏的心理啦 那 今天呢就推薦這樣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產品 一個文具給大家認識 然後喜歡的朋友 可以自己想辦法去買囉 好 然後 那 写字旅行就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